南韩幼一所大学走入历史 江源观光大学2月底结束营运 由于学校财政条件恶化 学龄人口减少难以招生 今年1月主动申请废校 私立大学的总收入一半以上来自学费 经营危机逐渐增大 从2000年光秋艺术大学开始 陆续有22所私立大学废校 尤其是位于非首都圈的私立大学 财政问题越来越沉重 有几千地方私立大学 决定打破过去15年学费动漲的基调 调整学费填补财政黑洞 然而一旦涨价更难吸引学生就读 让学校进退两难 在众多急于求生的私校当中 位于亲上北道的普向工科大学 近期规划自救的方式成为焦点 지난 1986년 개교한 포스텍은 최고 수준의 연구 중심 대학을 목표로 설립됐습니다 재학생들은 다양한 체험과 연구 기회 등 많은 지원을 포스텍의 매력으로 꼽습니다 수수장에다 보니까 확실히 다른 학교들보다 저희가 받을 수 있는 지원이나 기회가 훨씬 더 많다는 점에서 끌렸던 것 같습니다 普向工科大学由普向钢铁公司創立 빕业생은依靠学장 견인 맘找到工作 甚至直接进入相关企业体系 尽管学校本身资源豐富 受到人口減少地方消失 위기等 另外 환경 변화带来的因素 普向工科大学也无法避免招生危机 최근校方决定 ע 대학의 법인이 8000억억 $ 임대 투자 2% 普香工科大学计划从今年开始到2033年 10年内吸引全球1%的顶尖硕士和人才 将教授退休年龄延长到70岁 营造稳定的研究环境 另外还将建立与氢气 原子能 生物和半导体等 地区特性相关的研发中心 提供全体本科生创业机会和资金 送往美国最优秀大学海外进修 普香工科大学在2024世界大学排行 即兴第100名 但放眼全南韩大学只有5所进入世界前100 有分析认为南韩大学竞争力原地踏步 是因为政府支援不足 和美国名校相比 以2022年为基准 史丹佛大学一年的研究经费 有1兆7千多亿韩元 哈佛大学1兆6千多亿韩元 但南韩的首尔大 高利大和延世大 三所SKY名校加起来还不到 规模相差甚远 专家认为在少子化学费动涨之下 必须由政府主导出资 建立研究基金 才能提高南韩大学竞争力 跟上世界名校水准 TBS新闻综合报道